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参与剑 今天指数大幅度的震荡 找盘最多涨170点 盘中最多跌了211点 来回快400点 今天震荡来回快400点 收盘是下跌147点 成交量接近5000亿 今天成交量接近5000亿 对不对 今天真的是 这怎么说啊 你说大逃杀呢 也不像啊 对不对 那 其实今天很多股票大震荡 而且很多股票跌停板 跌停板都是什么 都是大家很熟悉的股票 而且都是已经大涨很多股票 那其实在上个礼拜 我已经跟大家讲得很清楚 现在你的操作 你不一定要去买 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我说你现在要买什么 买那个未来 会陆陆续续发酵的 像我测表给大家写的 对不对 我说AI全新商机 你要买什么 你要买智慧声控 对 智慧声控 我们今天掌停板锁死 不好意思喔 开不了 掌停板锁死打不开 真的打不开 来 我跟大家讲 市场不知道的才是决生关键 好 市场不知道才是决生关键 来来来 今天指数中错 你来看一下我这几天跟大家讲的股票 这个先讲上礼拜五 上礼拜五 来上礼拜五我跟大家讲这一支 这个对不对 上礼拜五我跟大家讲这一档 对 现在筹码很重要 上礼拜五我说 智慧物 这一家是什么 智慧物联网 无线色评模组的专家 他是少见的 网通模组的品牌墙商 他这个东西呢 会用在那 因为未来 都是AI的过程当中 那你要怎么跟所有的网路 所有的东西都要连上网路 那所以呢 智慧物联网这个商机会很大 会很大 这个你可以上网去看 这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讲的 我说你要留意的是 总股东人数一直在减少 特务筹码再增加 那代表着这一家公司 他不是散户在买的 对不对 因为如果散户在买呢 他总股东人数走可能减少 对不对 好简单 那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走势就好 看一下今天的走势 他上个礼拜我是跌的 他不是涨的 来来来 他今天呢 找盘指数涨的时候 他拉到999 尾盘也没有掉下来 收盘还涨了2.7% 对不对 找盘这里还涨比较多 可是指数大震荡 指数是不是跳水 就跳下来 他没有跌吧 涨幅2.7% 没事啊 为什么 因为这里面没有散户 对不对 这里面没有散户 好时间回到上个礼拜四 上个礼拜四 我跟大家讲说 我们追这一档嘛 对不对 我买一家新的 买一家新AI伺服器 为什么叫新AI伺服器 因为他成功打入美系资料中心的供应链当中 但是他是全新的 因为他以前不是 现在刚打入 所以呢 所以他是全新的 好 我买什么 特殊策码增加 中股东的数减少 对 特殊策码增加 中股东的数再减少 没错吧 好 这是礼拜四吧 礼拜四去买 买完涨停板锁起来 对不对 买完涨停板锁起来 然后 礼拜五 礼拜五很多股票 就已经在震荡了 对不对 他收最高 收最高 来到 来到这里 今天呢 今天本来 又拉起来 好 因为大盘差太多 所以他今天小跌 小跌2.2% 那你看一下 今天多少 154 我跟你讲的时候在哪里 145 对不对 买145 今天是不是154 是不是还算9块 而且不止 不止 不止 你看一下他的筹码 他的筹码是涨这样 他的筹码是 总股东的数一直减少 到现在还在增加 对不对 我知道今天很多股票大震荡 现在大家都在问一个问题 这个到底是换手 还是 还是怎样逃命什么 其实你不要想那么多 你要想的是什么 其实 我要 我敢跟大家讲 其实 会有这么一天 其实大家都知道 大家心里都清楚 会有这么一天 都长这么多了 总会有一天 可是问题是 你不知道是哪一天 我也不知道是哪一天 所以我们就不会去买这个 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 会这样 对不对 你不要 扪心自问 你知道会有这一天 但是你怎么知道是哪一天 对不对 好来 那我们呢 我们不把 我们把 我们不会把 那个什么 我们自己的钱 掌握在别人手上 我们钱要掌握在什么 自己的手上嘛 来我说什么 买这个嘛 要买 维基电麦克风嘛 买维基电麦克风 为什么呢 你看联发科在去年 以276块师母入股 去入股玉太6679 6679 今天玉太创新高 6679今天玉太创新高 现在还涨 那我说 玉太是做什么 玉太做维基电麦克风 那维基电麦克风 用在哪里 用在手机 NV车用 无线耳机 智慧物联网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 未来很多东西 越来越先进的时候 你是不是需要声控 对不对 声控你直接用讲就可以了 特别是车子也是啊 车子直接以后都是用声控的 好 那现在还不是声控 那以后要声控 要什么 要维基电M1MS麦克风嘛 所以我说除了玉太之外 这里还有一家 老牌电子股 禁止25.32 禁止25.32 股价多少 17.95 17.95 对不对 你买下去就知道嘛 想那么多干嘛 买下去就对了 17.95 好礼拜五 礼拜五 来到 是8块8 市场不知道了 才是决胜关键 今天 今天 大家大逃杀 来掌停盘 鎖死 2.363 快乐 是不是有买太少了 来来来来来 你是不是有买太少 我怎么跟你讲 我准备跟大家讲 仔细看 今天很多人 愁眉苦脸 只有你还笑嘻嘻 2363系统 2363系统 简单回顾一下 系统的 我请问你 你以后要怎么跟电脑沟通 讲话吗 我讲话他接收 那中间要有什么 要有一个无线麦克风 就是这个微电机麦克风 M1MS的麦克风 所以这个商机会越来越大 会越来越大 现在用在手机 用在笔电上面 那未来车用这个会很大 车用 车用就是 以后你的车子里面 你可能就是直接跟他讲话 他就OK了 不用就在那上下来上去 你就直接跟他讲什么 他就会帮你处理 这样快 这个东西现在都还没有 所以未来在车用的时候 车用的时候 这个M1MS 这个麦克风商机会很大 所以呢 联发科他就去276元 就是先去支募 入股 你看6679 他这也是大涨之后休息4天 联发科是现在他最大的 最大的那个 好那请问 除了育态之外 还有谁呢 来还有一家 这一家 老牌电子股 老牌电子股 他净值25块 净了几块 18块不到 净值25块钱 18块不到 好那我跟大家讲 为什么讲老牌电子股 现在都涨什么 涨23类 对不对 什么广达 音业达 2383台光电 都是23类 阿没的2329 对不对 是不是都涨这个 你看这华泰 是不是老牌电子股 过去连动都不会动 现在直接给你标起来 对不对 这2383 这什么占比也不高 他也是直接跳工厂 先办 对不对 什么 2382怎么就不用讲 对不对 广达今天创新高 所以现在全部都涨老牌了 23开头 这一支 这一档23了 他也是有个大股东 他大股东更老 重点是他做什么 微电机麦克风 智慧声控应用市场 成长潜力无穷 未来办法 现在手机车用 无线耳机智慧物联网 未来是什么 AIoT 就是智慧物联网 智慧物联网很简单 以后你做什么 是不是直接声控就好 那你来看一下 他几年前 去做这个 这是他们家光光 他们在做这个 人工智慧接轨的语音界面 对不对 语音辨识 语音控制 降噪 还有声闻辨识 指向性 对不对 这就是未来 未来智慧城市 智慧家庭 还有很多东西都会用到 而且现在还没有 以后会越越多 他除了做这个之外 还有做这个 这叫什么 智慧玻璃 智慧玻璃 这个想还知道 以后会越越多 以后看你是用手去滑 不然就是用 用奖了嘛 这个商机是 肯定是大的 好 那重点是 现在没什么人再提 好 来 股价呢 股价多少钱 股价便宜 不到18 禁止都涨25块 应该还行啊 是不是事先 都跟大家讲得很清楚 我们不设飞标的哦 在买进之前 要先看清楚 对不对 一挡股票跟你讲 这么的清楚 对不对 重点是会不会涨 老师 17块9会不会太便宜 对不对 会不会涨 会啊 礼拜好是不是涨到18块8 今天呢 今天不客气 直接涨天板锁起来 我发发发发 对 我发发发发 对啊 你看 这故意挂的嘛 对不对 我发发发发发 嘿 那是买不到了 五万多张买不到 你只有两万张买得到而已 对不对 今天大震荡 对不对 外面在下雨 跟我们没关系啊 真的 跟我们没关系 你想清楚 你要买什么 你要买大家还不清楚的股票 对不对 里面没有散户安全的股票嘛 来来来 讲一下这个 推长叫细尾 6231的细尾 好 6231 今天第四只涨停 好 涨停打开之后又给它锁起来 细尾是长这样 涨停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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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提前去取得NVIDIA的超级晶片 就是高阶晶片 最新的晶片 NVIDIA先给它 然后它就去帮它做一个客制化的韧体 高阶的韧体 那现在它客制化的韧体已经全面支援 NVIDIA超级晶片 已经全部最新的超级晶片 就因为为伺服器要用的那几款 它已经全面支援 这是什么意思呢 来 什么是润停 润停就是驱动硬体的软体 润停意思就是 润停就是 类似 有驱动程式就对 好 那如果NVIDIA的超级晶片 未来会卖得很好 那我请问你 它的驱动程式 配在NVIDIA的超级晶片上面 那这家公司 是不是想象空间非常大 对啊 它消息一出来 公司一讲完直接跳过涨停板 这买不到 这没办法 公司讲了 买不到 涨停板 涨停板 这礼拜有涨停 今天有涨停 那边是涨停板 而且哦 它这毛利率有77% 你想想看哦 最新的晶片 而且NVIDIA是先给它 先给它 先给细微晶片 让它去开发 那现在已经开发出来 代表什么 代表它跟NVIDIA的关系不错 那它现在已经 全部都支援的话 它毛利率77% 哇 那未来晶片 搭配它的驱动程式 一起出货 那 那 那很恐怖的 好 可是问题 老师长 四肢怎么办 没关系啊 那儿子发达了 那妈妈呢 儿子发达了 那妈妈呢 诶 细微的大股东 也是什么伪 细微是细微嘛 他的妈妈在什么什么伪的 他妈妈在这里 好 你看哦 细微已经大涨了 那会怎么样 当然是母与子贵 雨露金沾啊 这个是连涨都没有涨 这是日限服哦 连去都没去哦 你现在要干嘛 你要去跟人家拼 已经涨很多股票吗 你今天手会抖了吧 对不对 涨很多以前 只要追去 今天追光宝科 马上做 对不对 啊不然买大支一点的 安全一点 真的很安全 真的啊 什么8034 另外一支 另外一支什么 5340啊 这支啊 从长一半间掉到这里 哇 这会不会太扯 太扯 对不对 很多啊 但是你要想什么 来咯 这细微 这个是全新的商机 而且这个未来才有入障 细微 这是肯定的 这个想象构间非常大 毛利率77% 他发达了 他妈妈会怎样 他妈妈当然跟着发达 他妈妈肯定是雨露金沾啊 再怎么说 他至少有 细微的股票嘛 对不对 而且人家股价没涨 想一下 你现在要买什么 我还记得上个礼拜跟他讲什么 我说你要买什么 买那个股票涨停满之后 人家就会很想买的那个 对不对 那今天2363系统 来看看他 涨停满 好那我请问你 来哦 均线都要弄掉了 我来可以跟你讲 是不是在这里也买的 这有追高吗 没有吧 对不对 是不是在这里 没错啊 你拜我是不是涨 今天是不是涨停满 是不是从此来 是不是买不到 对嘛 所以我跟大家讲 你现在要想 还有什么大家不知道了 这个才是未来决胜关键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期一段再回来 对不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5868-2752-5868 掌握获利的一手资讯 汇别赔钱的二手讯息 操作不再盲目 赚钱不断重复 产党独顾蔡老师 让您轻松累积财富 让您所看到的绩效 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 产党独顾资讯再见 02-2752-5868-2752-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 今天指数大幅度震荡 所以有一些股票会顺势下来 听说顺势下来 顺势下来就是你的机会 来2388卫胜 顺势下来就是你的机会 今天卫胜跌停板 来我跟大家讲 仔细看啰 来来来 这要可以专业的来 机会来了 机会来了 我给大家看 这一次我跟大家讲 卫胜这一次来真的 对不对 好 这他最新的筹码长这样 产物都没有买 总股动人数还在减少 总股动人数还在只有 特务筹码还在买进 从什么时候开始买呢 从94块95块开始买 对不对 我跟大家讲这一次的威胜是什么 它是最便宜的细致材 然后呢 它是什么 隐藏版的 隐藏版的伺服器 隐藏版的伺服器 这次威胜 从94块 对不对 到105 然后到115 接着127 然后呢 137 正当压回 我说什么 筹码很漂亮 抱着 然后又涨停板 对不对 最好找到多少 找到155 我知道155很多人去追 但是呢 你这个地方 如果你连155都啃摆的话 那我告诉你 现在剩133 来来来 现在剩133 还点一百锁起来 很好买 点一百锁起来 你要多少有多少 筹码很漂亮 真的啦 还有另外一档 3035 这一档筹码也很漂亮 我没骗你 你有的你就不要乱杀 这支会去 从400 你是不是要掉下来 这一档筹码也很漂亮 你自己留意看 但智永我们没有 我只是说 如果你有的话 跟你讲一下 你现在要买什么 我跟你讲 你现在要买 那个筹码稳定的 就像什么 就像我跟你讲这个 我买这个 对不对 然后它是不是长这样 今天中错 我们是不是还赚钱 对不对 来简单回顾一下 上个礼拜四了 不一下 来我们今天讲这个 我们今天去追一档股票 我们今天去追这一档 它筹码非常漂亮 在我们的选股池里面 今天拉到快掌停板 我们直接去追掌停板 掌停板下一档 还好多可以买 那为什么买它 因为它是新的AI伺服器 什么意思 它原本不是AI伺服器 但是它现在 已经打入了美系资料中心的供应链当中 那未来Google 脸书还有亚马逊 都计划新建很多座资料中心 不是一座 是很多很多座 那如果它现在刚刚打入代表什么 代表它以前被人家归类在AI 但是未来会变成是AI 那就不一样 AI伺服器 原本不是AI伺服器 但是现在刚刚成功打入的话 它变成新的AI伺服器 那什么股票追标 有筹码优势的追标 所以今天涨停板 下一档去追 直接坦白跟你说 没关系就是这样 真的 我跟大家讲 我们买的股票都是这样 它是全新的 它原本不是 现在未来变成是 中股东人数一直在减少 代表里面没有赏户 里面没有赏户的股票 对不对 礼拜四 买完是不是涨停板锁起来 成本附近 礼拜五是不是收到最高点 158 今天呢 今天受到盘氏影响 震荡压回来154块 那还是赚9块 没错吧 还是赚9块钱 来 那现在呢 散户又减少了 今天又大震荡一次 所以你的想法 你应该要去想的是 最近融资增加很多 那融资增加很多的股票 基本上它震荡幅度 本来就会比较大 对 它震荡幅度如果比较大的话 那当然嘛 你就去找那些 未来人家会去买的 我简单讲一个问题 现在大家在讨论一件事情 这个是换手还是怎么出货 你不用想那么多啊 如果你股票赚钱 像我们像这个盐氧 从147块直接往上喷 对不对 来来来来 我跟他讲 买对标股立马脱胎换股 对不对 炎阳从144块直接喷到236块 你随便你卖币者已经卖 卖跌踢板也没关系 对不对 那你会怎么样 你会离开股市吗 当然不会啊 你会去买其他的股票 你懂我这意思吧 你这3231伪创 币者已经随便卖 你会怎么样 你会离开股市吗 这大赚啊 对不对 人家下面买的都大赚 231 这个币者已经随便卖 你要干嘛 买其他的股票啊 不然呢 不然信头怎么会涨停 不然信头怎么会涨停 因为涨多了人家卖 卖掉要什么 卖掉要买新的股票嘛 所以你现在要去想 谁会是新的股票 对不对 可以讲细微 这次细微非常的猛哦 它高阶韧体 已经全面支援 NVIDIA超级晶片了 我这是简写啦 塞到这个 要塞一下 反正你买不到 它四肢涨停板 它毛利率这么高 这个毛利率77 搭配着出货毛利率77 哇 那儿子发达的妈妈呢 妈妈在这里 你看一下 妈妈在这里 妈妈还在这里 对不对 想想看想想看 来 这有一家 没贴起来 先贴起来 先把它贴起来 这有一家 它在积极开发深层式的AI产品 包含AI虚拟能像AI深层图像AI贴图生成器 就是这个 现在都是深层的 图片AI做的 全部都是AI 很简单 包含虚拟能像AI AI图像深层 还有贴图都是AI 那下半年还会再 再推出新的产品 好重点 总股东人数都没有增加 总股东人数都没有增加 特务筹码再低档买进 真的 你现在要买什么 你现在要买的是大家不知道 对不对 买对标股立马脱胎换股 想想看先前的炎阳 无敌 微软 对不对 微胜 承起 泰塑 什么一天 对不对 好来 有任何操作上面的问题 欢迎来电作询问 也祝大家明天操作顺利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